又來到水與金融的時間 繼續有我潤水在 但是白兵就不在了 因為今次我們都未有時間可以放在一起做節目 所以亦都是以一個類似Podcast的形式去進行今次的節目 我覺得這裏都可以買一買個小小的關子 因為我們上個星期就和保錡做了一個訪問 這裏我想都可以公開講出來 因為經過我的連結 終於抓了保錡上去白兵做了一個訪談 我們完成了訪談之後 跟著都沒有時間去做水與金融的節目 結果就拖到今時今刻 才叫做補回給大家 都希望大家諒解 都說一聲不好意思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這個訪談節目 之後都會出街 什麼時候出街就要問白兵 因為都要看他現在的安排 那我今天最主要想講的一個 topic 就是講回曾俊華和陳茂波之間的角力 其實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我都想講完唐英年關於西九的發展的最新跟進 但是我們一樣慢慢來 那本身呢 我想大家看新聞都會知道 就是這一陣子 曾俊華都對於陳茂波的財政預算案 都很有comments 他亦都出過兩個post 去講陳茂波這件事情 結果亦都得到很多的掌聲 而曾俊華他最主要對陳茂波的批評有幾點 第一點就是他不是很贊成用法債這件事情 去支持整個政府的營運 那這個是他最重要的第一點 那他覺得如果你用法債的話 就意味著之後 那些子孫是要還回今時今刻的政府這條數 那當然啦 他第一個post就會講得比較有技術一些 第二個post就開始走入了善情路線 那善情路線就是說 沒有理由看著你滾下山都不夠你 即是類似是用這些說法 那所以呢 他第一個post 那個參考價值會比較高些 那我覺得他出第二個post 的原因就是 就是在於 因為第一個post 當然是有些人會支持他 有些人會給他掌聲 但是同一時間也都有人是批評他的 那他都要為自己去Defense 所以那是為什麼 就隔了幾天之後會有第二個post 那最主要那個 我很理解 為什麼那些人會稱讚曾俊華 原因就是因為要指喪罵話 就是透過講曾俊華有幾個好 又或者贊同曾俊華的說話 然後謝嘉伊去攻擊陳茂波 以及攻擊現界政府 那這一個我很明白那個 就是給他讚好的人的心態 又或者叫做 覺得曾俊華講得對的朋友的那種心態 但是呢 到底曾俊華的說法是否真的對呢 還有他是不是真的一個 比陳茂波更加優秀的財政師呢 那我覺得這裡是值得和大家 花點時間去探討一下的 那每次一探討這些話題的時候呢 我都希望大家儘量要放下一些有色眼鏡 那那些有色眼鏡呢 就是千萬不要就將一件事呢 就永遠是絕對地分 那一個就是中的 那一個就是奸的 那一個就是黑的 那一個就是白的 那現在不是在看TVB那些老土交劇 TVB那些老土交劇呢 才會說 總之呢 大契就是中的 小契就是奸的 那這裡不是法庭 不需要說證據 我對眼就是證據 就是千萬不要有這樣的心態先 因為一件事 或者一個現象 是很複雜的 那我最近呢 評論很多事件的時候 都多了這個覺悟 就是大家看東西的時候 那個面向是很單一的 那這裡差遠一點去講 譬如我最近 評論這個 的馬田 和有口好吃 他們在文院的那個餐廳裡面 有不同評價的這件事裡面 那當我很客觀地 或者很 用一個旁人的角度 去說回整件事 我就說其實馬田 他當然是對的啦 他有一個差的體驗 是說出來是完全是正確的啦 那但是有口好吃 他有一個相對好的體驗 他說出來 又未必代表他收錢的啦 這個是用我想說的項目 就是我想強調 就是好像文院這些餐廳 都已經剛剛成為了米芝蓮的餐廳啦 他是不需要給錢 去弄弄他的食品的 他是不介意食品 是幫他們感上添花 說幾句讚他的說話 不要踩他們 但是你說要拿到錢去籠絡他們 這件事就跳出了那個經濟的現實 因為現在你看到那些黃店都頂不住啦 很多飲食業都叫救命 整個經濟都極差 根本就不會有 更多的市場預算 去給食品的 尤其是 你最窮的餐廳 或者做最低檔的餐廳 他不會有預算啦 你去到最高檔的餐廳 他又會覺得 我自己已經大了 我有米芝蓮的價錢 他是不需要有更多預算 去給食品的 那所以呢 他能夠做到的就是 給食品更加好的體驗 簡單點來說 就是你煮的那碟菜 用力點 用更加漂亮的材料 那這個就 那就是解釋到 為什麼馬田 他的飲食體驗 是差了 因為可能廚房 只是預備80分的菜式給他 那但是去到 有口好吃的時候 他是有120分 或者150分 那所以兩個的體驗 就會有一個落差 那當我指出這件事的時候 那些人就說 喂 你現在是不是幫 有口好吃 去辯護啊 你是不是幫他洗白 我說沒有啊 全部人我都不懂 只不過說回現象就是 因為馬田 在那個餐廳眼中 是一個Nobody 那那個餐廳的人 有眼無珠 當然是他活該 但是 他們之間的那個 飲食體驗的落差 就沒有辦法論證到 有口好吃 是收了錢的 就是我只是想說這個項目 但是結果 這些人就覺得 有口好吃 就是壞人來的 總之 你有任何少少的說法 是偏向他的話 你就一定是壞的了 那些人就 用一個很異元的方式 去看這件事 那反過來 譬如去到 另一件事 例如好像 都姐和馬米糕之間 他們說的 那個 comments 關於 都姐的訪問 訪問Doom那些 演員的時候 馬米糕就出來批評他 在這件事上面 那些人都是很習慣地 就分了政邪中間 對錯的 就是都姐一定是對的 馬米糕一定是錯的 那就很容易分到這件事情 但是馬米糕 當然他的態度 說法是黑人爭 但是他的影片的道理 是不是真的錯了 我發現又不是錯了 也有可取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看一件事的時候 就不要絕對地分了黨派 當然你因為馬米糕 是馬提露的朋友 又或者可能是 親戚 可能你覺得馬提露是藍絲 你討厭馬米糕 我也理解的 但是我們回歸回這件事的本質 才是我們這些做評論的人 應該做的那件事 反過來講 曾俊華和陳茂波 都有一個這樣的傾向 譬如我身邊一些 懂經濟、懂公共財政的人 一見到曾俊華這樣說的時候 馬上指出了他很多的問題 但是當他指出了這些問題的時候 那些人每一個都這樣說 你現在是不是幫波叔說好說話 現在你是不是站在波叔那邊 你是不是幫波叔洗把 每一個人都這樣說 但是其實我就輕了 就是在我的角度 陳茂波、曾俊華 兩個都是一個低水平的財政師 兩個都是一擔擔 為什麼曾俊華 好像比別人感覺更加好呢 第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公關做得好 他跟記者的關係做得很好 他現在經常是拿回以前一些 出席活動的照片去打卡 那你都感覺到他是一個媒體寵兒 又或者是逢秀必到 有邀請他都會盡量去的人 所以他跟一般人的相處 應該是比較好一些的 那相對地 陳茂波作為一個會計師 是比較目睹一些 那可能他有沒有曾俊華 當年曾俊華 那麼歐高榮 任何的事件 他都盡量去得多 那所以這個就可能有一個錯誤印象 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更加重要 就是因為曾俊華 其實他的任內 他相對地是一個和平時期 低息環境 換言之 他是有天時地利的 那人和呢 其實就相對地不是那麼重要 而且曾俊維的角色 是消規除除 他只不過是跟回前人所做的一些事情 然後去運行的 那當然他都有自己一些新的措施 他才有做出來的 譬如派錢 就是他派 但是他派錢也是派到罵禁教的 他第一次的提案 派錢 是說要將這些錢放到NPF 當然是全世界都罵到他媽媽都不認得 然後是建制派又罵 泛民又罵 媒體又罵 社福機構 所有人都罵他 是罵到他迫不得已 才改變方案 變成全民派錢 那這個呢 就是曾俊華可以講上嘴的一個功德 但是你想想那個功績 那個功德 其實是在於他被人罵 罵完之後呢 才改了一個version 才變成這個派錢的才爺 但是這個image 本身不是這樣 本身他是想將這些錢派到NPF 好了 這是我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搞那些美食車 美食車現在大家都忘了 其實美食車是用了很多資源 搞到一團租的 完全是一個失敗的方案 好了 曾俊華他在消規除除除的部分 我覺得是OK的 就是你盡量都是跟回前人的政策 就是你沒有突然之間 跳制說要取消聯繫匯律 他沒有的嘛 他繼續都是捍衛聯繫匯律 繼續都是量入為出 那這些是OK的 就是正常的 但是一去到 要他做一些新的事情 你就會發現 全部都做到歪了 那這個就是曾俊華 但是為什麼大家對他這麼有好感呢 又或者覺得他好像做得很好呢 原因就是因為 他沒有犯大錯 以及他是一個和平時代 而在他的任內 樓市是不停上升 他透過辣椒 是幫助政府 每一年增加了很多的盈餘 再加上高地價政策 賣地的收益 是令到整個政府是有很多的盈餘 所以他可以做很多的大規模的基建 那些什麼機場三跑啊 港珠澳大橋啊 什麼沙中線啊 全部都是他任內做的 但是為什麼陳茂波做不到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陳茂波心不奉事 陳茂波現在他面對的 是一個爛灘子 是一個極度複雜的國際角力 然後樓價又倒了 又打仗 即是外面打仗 俄烏戰爭 之後以色列等等 總之推到利率極高 那麼他在高息環境下 其實他沒有東西可以做到的 結果他就是因為 沒有了天時 沒有了地利 結果那些人就覺得他很差 其實在我眼中兩個都差 只不過呢 增進華好菜點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我想說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將這個論述講出來的時候 那些人就說 你說增進華差 你一定是暗餐陳茂波 不是咯 我是想我兩個都那麼差 這個才是我的那個項目 但是很多人呢 閱讀能力是有限的 又或者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寫的東西太深 要有智力門檻 所以很多人都明白不到這個項目 永遠都會先入為主地 就覺得 總之呢 你一說增進華是壞 那你呢 就一定是支持陳茂波 你說陳茂波是壞 你就一定是支持增進華沒有那麼意願 大家的腦的結構不是那麼簡單 那我就想說回這個項目 那我亦都這個第一個問題 我想我們都叫做梳理了 就是關於曾進華和陳茂波之間的 那個perception 的問題 那好了 那第二呢 我們就針對曾進華他所說的那個觀點 去討論一下 那現在呢 他就說 總之陳茂波你發債的話 你是會累死香港 累死香港的下一代 那這個是曾進華的說法 那我也不否認呢 其實發債不是一個那麼健康的措施 那但是 就是始終 永遠沒有一個的方案是perfect的 現在陳茂波他沒有得選 所以他才有發債 如果有得選他 他也選是選不發債的 那但問題是他沒有得選 那他只能夠逼著去發債 那還有我們都要比較回 我們鄰近地區的那個政府債務狀況 才是可以更加勾劃到 就是到底發債是一個對還是不對的一件事 其實香港政府一直都是有發債的 那但是我們那些債務呢 佔我們整個體系 GDP 都是一個很少的比例 就是陳茂波都說過 他還沒在今年的財政預算 我之前他有計算過 就是只有4% 那4% 是包括那些什麼呢 就是很多古靈精怪的債務 那些什麼銀發債券 錄債 Ibon 其實這些債務呢 他襲來不是為了頂住整個政府的開支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 又或者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一個借發債 去派福利的模式 比如好像Ibon那樣 Ibon不是一個債 應該這樣說 他是一個債 但是他發債的目的不是因為政府沒有錢 他才要發一些Ibon出來 去問公眾攤大手板雜資 其實他是一個變相派錢給中產的福利 因為每一個中產 又或者可能我們以前做大學生的時候 都有Ibon 其實都是賺幾萬元 然後中了一手 然後中完那一手之後 第一天 一上市立刻射出去 就賺幾百元 那幾百元大家就會很開心 這個就是本身Ibon的目的 就是其實是變相派錢 而為什麼他不想變成一個好像社福機構 一個派錢政策 要搞到這麼迂迴呢 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你將福利政策行常化的話 那你就很難再拔回它下來的 譬如現在有一個措施 是很多人都想拔回下來的 但是都怕有阻力 就是兩元踏車 這個措施 對還是不對 不是我們今次想討論的範圍 但是我想說一個政策邏輯就是 如果你不小心 或者不要說不小心 總之你加了一個福利政策上去 你再要拔回它下來 或者取消它下來 是很大阻力的 現在每一個人說 要取消老人兩元踏車 其實他都是要承擔一個 給老人家罵 或者給既得利益者罵的代價 就是因為 那些人已經習以為常 覺得那兩元是我的應份要有的 現在你取消了 即是你令到我損失了 這個行為經濟學可以解釋的 Loss Aversion 的心態 就會變成了一個黑洞 亦都令到有很多的政策 你一開了車 開動了 就沒辦法再取消到了 派錢其實也是的 假如你不小心形成了一個市場預期 就像澳門那樣 澳門每年都派的 你試試有一年不派 那些人一定會吵 那反過來就是 如果你保持穩定地 持續地去派錢的話 有一年不派的話 那些人就會吵 但是你變相 將事情搞得複雜些 可能用I-Bond的方式 去派了一些福利 給那些中產的話 那些中產又開心 又收到錢 但是同一時間 即是I-Bond這些集資東西 其實就沒有說 固定某一個時候 每年都要做的嘛 所以變相就沒有了這個風波 亦都沒有了這個麻煩 其實那些銀發債券也是的 即是銀發債券 其實都是想幫那些老人家 有一個儲錢 其實那個概念就像年金而已 但是你又不可以真的變成 用社福機構的框架 用它那種模式去派錢 因為一派了 你又收不回 那當然是同一樣東西 接著那些綠色債券 就是另一回事 就是因為這個世界很多左翼 他們很提倡環保 ESG等等這些概念 香港政府不今後日 亦都想提升自己那個ESG 國際的地位 所以才搞那些綠色債券 但是其實那些東西 不是真的政府等錢花 所以才要考納名網去集資 所以這裡就先分清楚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件事 我亦都想說的就是 我們要看回我們其他鄰近城市的債務狀況 譬如我們說日本 新加坡 他們的債務狀況 是比香港更加岌岌可危的 他們是超過GDP 100% 有些去到200% 但是這些 都是在一般人眼中 就是先進的經濟體 甚至乎是成熟的經濟體 但是其實他們的債務都是非常高的 但是有沒有人覺得有問題呢 沒有的 因為去到最後就是 只要你的政府是有保持正常的信用狀態 你亦都還到錢 你的GDP也是有增長的話 其實這些就從來都不是問題 好了 就當真是還不到錢 還不到錢 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那麼我們可以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找到一些例子 譬如中國最出名的就是貴州 貴州被禁止了 但是貴州有沒有真的出現什麼民變 爆布那些 沒有的 其實去到最後 威權政府都有它的一套邏輯 就是 壞點這麼說 政府欠人錢 它都有方法不用還的 好了 可能你說 說中國的例子未必夠中行 那我們去回西方世界 那麽這一陣子 大家看英國的新聞 都會見到什麼Burmingham 還是有一些的城市 其實都是破產的 那破產是否代表 那個城市是會崩潰了 完全是沒有辦法運作呢 又不是的 那些最多港人移居移民的城市 其實政府都是在運作中 只不過他們的福利開支 是要削減了 那麽解而已 但是都是在運作中 又或者去到美國 美國的底特律 曾經是一個很先進的 汽車工業城市 但是因為產業轉型 那麼那個城市 也都是沒有辦法適應這個轉變 也都走上了破產之路 那是不是底特律又玩完了呢 又沒有玩完 就是所以 政府欠人錢 然後固然 就是看你欠多少 你欠得多 當然是一個問題 但是你欠到還不到 也都不代表世界末日 就是這個就是那個世界的常態 就是有點難理解 因為你一個人欠人錢 那麽你破產 那麽你破產 你可能覺得 那個世界玩完了 又或者 你已經喪失了一個信用 有信用的稅務公民的地位 那麽你會覺得 那個世界是很慘 然後就把你個人破產的 這個perception 這個觀念 就放了下去 一個政府那裏 都會覺得 哇 政府真的欠很多錢 就死定了 但是政府不是 就是政府的運作方式 就是這樣 就是欠人錢 未必要死的 就算欠到破產 都不用死 那麽這個就是那個 很令人覺得 mind blowing 的一個狀態 那麽這個我也是要說 那麽另外 也要再補充一下 就是這個 可能講完 那些人會覺得 我幫陳茂波說好說話 那麽但是 至少看一下 你剔不剔陳茂波的說法 陳茂波就說 其實他發的那些債 不是為了一般性的開支 他是為了頂住那些大型基建 那麽這個你可以兩看的 就是你可以說 喂 陳茂波你發的第一次 你一定有第二次 對 這個我也無法否認 就是因為 發債那樣東西 就好像潘代拉的盒子 你開了頭 那麽之後會再發 那麽但是 如果他講到明 Yusuf Posit 是真是給那些基建的話 那麽然後你說 那些債是用了一般性的政府開支的話 那麽就有點不公運了 那麽所以這個位置 我都覺得 就是一半半這樣 那麽但是去到最後 我都想說就是 發債不是真是一些洪水猛獸 那麽還有 還有一個項目 這個觀念 就真的比較深一點 就是 其實如果政府真的要把握一個最佳的發債時機 陳茂波的任期是沒有一刻是一個最佳的發債時機 最佳的發債時機 反而是在曾俊懷的任期裏面 才是有最佳的發債時機 因爲曾俊懷的任期就是低息環境 那麽那個低息環境 是在說一厘 或者可能零點幾厘 你就已經可以發債了 那麽如果你發的 那麽是一個中長線的債務 那麽美國政府都有三十年的國債 那麽我們不要說發到三十年 你就這樣發五年七年 其實你都已經可以幫輕了下屆政府很多 因爲現在是高息環境 你高息環境的情況之下 你是很難做到融資的 所以最佳的發債集資時機 反而是曾俊懷的任期 那麽但是曾俊懷又沒有發債 他沒有發債 那麽結果他就沒有善用到 這個經濟周期最大的優勢去做融資 那麽就把攤子就留給陳茂波 那陳茂波他沒有的 那麽政府又等錢花 那麽但是前人又沒有善用到 一個經濟周期上面最好的優勢 去幫我發債 給我一筆錢去融資 那麽現在他就只能夠 就是用一個很差的經濟條件去發債 就是他原理很簡單 你問每一個有商業常識的人 都知道的 就是譬如你走去問馬時亨 都是曾俊懷那些朋友來的 你問馬時亨 喂 現在你是FWD 的Chair 有得給你選擇 你寧願在低息環境的時候 去融資 去將FWD 推上市 還是寧願在現在這個高息環境之下去推上市 100% 他都說 我當然寧願在低息環境 市況最好的時候 我才去做融資去推上市 因爲那時候你才可以得到最高的估值 和最好的條件 那麽現在你沒有得選擇 就是政府等錢花 他只能夠在一個相對差的經濟條件之下去發債 但是曾經 香港是面對著很好的經濟條件 很有力的經濟環境 是沒有發債 那麽譬如說 當曾俊懷 他真的在他任期的時候 發了五年七年的債 那他起碼你有五年七年的錢 你是可以留給下架去用 那或者十年 你發到十年的話 還好用 那你在低息環境 你集了那筆錢 那麽現在在高息環境的時候 你有很多 即是一個機構其實有很多 interest arbitrage 的方法 即是最簡單的理解 概念上的理解 就是你用一厘的時候 發了那些錢回來 那麽你派的那些計算 你也是派很少的 因爲你低息環境集 那麽你不用派得多給人的 那麽你集了那筆錢回來 那麽你現在在陳茂波這幾年高息環境 最簡單 概念來的 他就將那筆錢放在做定期 那麽他已經可以做到arbitrage 那麽你最高的定期就是4厘多 他正佔3厘多 那麽你這裏已經有一個concurrent 的 income 可以生產出來 那麽但是曾將華就沒有這樣做 結果那個攤子就留給陳茂波 好了 然後我們又再說回 就是爲什麽曾將華不敢做 他不停去幫自己 defense 就說 因爲基本法 就不知道第幾條 就說我們要根據這個量入為出的原則去做 那麽這個量入為出的原則 就從來都是各說各法的 就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演繹 譬如這個白頭飲任志光的演繹 他就說 我們這個量入為出的基準 就不是跟每一年去計算的 我們是跟每一個的周期去計算的 這個是他的演繹 但是去到曾俊懷的演繹就是 總之法債就不對的 法債就違反了量入為出的基準 這個是曾俊懷的演繹 但是你想想兩個的財金官員 他們對於量入為出的原則 已經有兩套說法了 但是人大有沒有將這個基本法 裡面說量入為出的原則 去做釋法 從來都沒有 就是人大釋法 都是釋法一些很政治性 又或者很高爭議性的東西 量入為出這件事情 其實是沒有釋法的 就變相各個人 都有各個人的說法 到底法債對還是不對 法債有沒有違反基本法 從來都是各自演繹的 但是曾俊懷就捏到條線 就是最近就是 總之你法一元 你都是違反量入為出 那沒辦法的 就是這個定義完全是 就是大家說了就是就是 所以去到那個位置就是 到底法債有沒有違反量入為出呢? 那你就是看看哪一個人的解讀 但是很明顯現在 陳茂波說法債 你都不是很見到上面的人 吵圈巴閉去反對這個措施 那就很明顯 就是大家都默許這件事情 去做 也都沒有違反那個量入為出 那還有 他說量入為出 怎麼可以這麼詮釋性呢? 這麼多人有不同的解讀呢? 就是因為他真的沒有把那個 可以量化的基準說出來 它是一個原則來的 就變相大家可以自由去解讀 譬如你現在去解讀說 譬如陳茂波他現在發債 他將整個政府的負債比率 提高到10% 那其實你都不可以說 他違反到量入為出 因為你對比回我們鄰近的經濟體 他們的負債比率 最先進的 都可以去到200% 又去到100% 那麼你現在去到10% 其實已經是相對穩定的了 那就看看你用哪一個基準 和哪一個的 例子去做比率 這一點是沒有一個絕對統一的說法的 所以這裡就是另一個問題 還有另一件事我想說 就是每一個人看財政司的能幹 都有他不同的準則 我自己也有一些的準則 但是講這些準則之前 我都想講一個大歷史的圖像 就是每一個人 或者我們都小不免 是會放大了一個有公共權力 或者有公權力的一個人 對於世界的影響 什麼意思呢? 我舉個例子你就明白了 那麼現在很多人都去幫崇禎皇帝翻案 就是明朝末年最後的一個皇帝 那麼有些人就說 就是對崇禎皇帝 當然是一個很有爭議性的人物 那麼有些人就會說他 喂你中了這個 王太極的反間界 就居了這個名將袁崇煥 那麼這個就活該你死了 但是反過來 也有些人就翻案 就是當江山去到崇禎皇帝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千瘡百控 沒得救了 即是本身 他上幾任的皇帝 萬曆皇帝已經是殆政 接著去到下幾任的皇帝 一旦就衰色 一旦就衰早死 接著輾轉之下 王位傳到給他的時候 他登位的時候 是十八歲、十九歲 一個十八歲、十九歲 你要管一個這麼大的河山 是很難的 然後那些人又再考證 就是當時是有小兵河時期 換言之整個農業是塌了 接著一有小兵河時期 就代表蠻族會崛起 接著就會南下入侵 你龍奸文明 這件事情當然也有發生 老而蝦赤、女真 全部就馬上應運而生 同一時間也有起義、闖皇 張獻忠等等 你面對一個懶貪子 就算你勤政愛民 好像崇禎皇帝 他已經是不色情色 沒有走息 也沒有好大喜功 天天上朝 天天處理政事 但他都搞不定 反過來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會放大了一個人的能耐 當然陳某寶在我眼中和曾祖說 一樣都是屬於不合格的財政師 我之後會講一下為什麼不合格 但是我們去審視這些人的時候 你要看看 你會不會對那些人有過大的期望 即是我們現在香港 從來都是一個開放型的小經濟體 我們以前就透過外貿 然後後來就變成透過一些金融服務 總之都是以服務業為主的一個 開放型經濟體 簡單來說 我們以前就是買版 接著到現在今時今刻 我們從來都很難透過自己 去維持我們那個持續的發展 我們都是受到不同的國家勢力 去左右我們這個城市的發展 一個小型開放型的經濟體 就是一個這樣的特性 所以你是一個小型開放型經濟體的財政師 其實都沒有什麼你可以做得到 至少陳某寶他沒有能力 可以解決鵝杯戰爭帶來的高息環境 他也沒有能力可以修補中美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能夠做的事情都很有限 當然我都不是為了幫他辯護 因為始終都是首長問責制的 總之在你的任期 你的經濟一下滑 又或者你的政府財政一出現問題 你作為財政師 你都一定是有責任要解決 有責任要處理 你都是首當其中的 你都是抵死的 但是反過來 我罵他抵死 或者外面的人罵他失職 大家的角度是不同的 至少我諒解一下 就是在一個大環境之下 他能夠做的事情是很少的 但是當然每一個人都是狂罵他 當然我也覺得他抵罵 因為都是那句 首長負責制的 問責制 你是身在高位 你做不到那個效果 無論什麼原因都好 External Factor 都好 都是入理數的 但是我就會比較諒解 其實他是有External Factor 的因素在 而曾俊華他給人感覺他成功些 其實都是External Factor 就是四個字 心不防止 曾俊華他的任期是世界和平 低息環境 經濟向上飛 中美關係沒有磨擦的那個階段 但是去到陳茂波 他就是打一手的爛牌 爛牌你能夠吃到雞肉都已經很厲害了 當然你可以怪他吃不到十三腰的 都可以這樣說的 但是你要更加理解那件事的本質先 好了 我說回我心目中的財政司 有什麼事情的基本要求 每個人都不同的 我覺得我可以隨便說幾個 第一就是你要面對大事件的時候 你是有一個解決困難的能力 譬如好像曾蔭權 曾蔭權他做行政長官的時候 當然有很多公職人員失當的行為 所以他就坐牢 那些我們不要說 因為那些是說他行政長官階段的時候的事情 但是他去做財政司的時候 起碼他打彈的credit 他是有份貼的 他是解決了97金融風暴危機 然後你對比回其他東南亞地區 是很慘的 尤其是泰國真的很慘 泰國是要用IMF的資源 去問他們借錢才可以度過他們的主權信貸問題 以及主權財政問題 但是裡面就牽涉到很多複雜的事情 因為我都有一些前輩是以前做高文石的 那些都說得很慘 就是他們每一天就是哄當時泰國的財商去開會 就是這樣哄他們 你快點變賣你的資產 但是當時經濟倒了 你在低位變賣資產 就是賤賣資產 但是你不賤賣資產的話 IMF也不會給貸款去救你 所以變相就是一個這樣的關係 到了今時今日 當年在97金融風暴的財商 現在還是被泰國人說他是太奸 就是因為他低價賤賣了那些資產 到今時今日 他還是為自己辯媒 就是說我當時是沒得選擇的 如果我不賤賣資產的話 IMF不會救我們 我們就會變成下一個阿根廷 我們就會衰20年 但是沒有人管 大家都只記得 你是泰國的奸人 總之你是令到我們泰國的經濟 但是有沒有人說曾蔭權是港奸 沒有啊 他就是解決了一件事 大家都Happy 也都沒有人損失 這個就是他做到事的能力 有比較就有傷害 這個是第一個點 就是他有沒有解決國際困難的能力 現在陳馬波是有的 陳馬波是面對著這樣的困難 現在就是對於他來說是一個考驗 但是曾俊華是沒有的 所以你到現在 你都沒有辦法判斷到曾俊華 是不是一個很出色的一個財商 因為他在和平年代根本都沒有災沒有爛 你怎樣去證明他是一個能幹的人呢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看一下他有沒有建立一些很好的制度 又或者一些很強勁的財政思想 譬如在英籍時期 好像夏鼎基 又或者其他的財商 他們是每一次講財政預算 都會有一套財政哲學的 譬如最出名的就是積極不干預 那這個積極不干預的方針 就變成了小政府大市場 甚至乎在我小時候的常識教科書 都是不停去鋪打這件事 佛利民都過來說香港是做得好的 就是這件事 就是英籍時期的財商慢慢建立的一個財政哲學 這件事起碼都說得上嘴 或者起碼都可以說二十多三十年 是直接佛利民死之前才說 香港就已經走到頭路了 現在政府越來越大 又或者越來越不重視市場 這樣才會有另一個故事 但是起碼他們有建立一些思想體系 是世界都會公認 說得上嘴 之後都會有些說什麼共識資本主義等等 其實都是很概念性的東西 起碼你都建立一些財政哲學的體系 可以拿出來拋一下書包 又或者那個體系的方針 是可以沿用十幾二十年 它是看的看得長遠一點的 你派堂你也是派過一年而已 或者你頂多也是派兩三年而已 但是他在說剛才那些財政方針 大哲學的東西 是可以用很長的 這個就是我其中一個衡量 就是一個財商 是不是一個出色的人的其中一個標準 就是他有沒有一個很清晰 或者可以引領著經濟體走遠一點的財政哲學 或者一個知識體系 但是很明顯兩個都沒有 陳茂波也沒有 曾進懷也沒有 兩個都沒有 然後還有一樣東西 譬如彭麗治這樣 他制定了一個制度 我們今時今刻都還在用著 就是聯繫匯率制度 當然 那些人就說聯繫匯率是任志剛 有犯 但是為什麼 那些人會進入任志剛數 就沒有credit 就是當初的那個財政資金 當然有一些 propaganda 的因素 這個不用說 但是 陳茂波、曾俊華 他有沒有建立到一些制度 是可以好像這個聯繫匯率那樣 是用了幾十年 大家都覺得是無礙的呢 沒有的 他是燒規曹擦 他沒有制定到一些新的政策 沒有制定到一些新的制度 沒有自己的思想體系 他只不過是跟前人做的事情 就是簡單點來講 是monkey 都會做的 就是曾俊華那個位是monkey 都會做的 所以你由一個上莊 去批評一個現莊 什麼時候 你都要看看那個上莊什麼了 我覺得 你懷念曾俊華的那個年代 不是不行的 因為那個年代真的很好 經濟真的很蓬闊 但是 如果你要透過曾俊華去指索麻煥的話 我建議你不如再向上移 你用曾蔭權也好 又或者你用 以前英籍的那些財相就更好 因為他們能力 和他們的成就 是絕對比曾俊華更優秀 現在你贊重一個英籍的財相 都適合非建制派那些人的意識形態 但是為什麼那些人不說 就是因為不疼 結果就是要由我講出來 所以就是在這麼有趣的地方 大致上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先講到這裡 我的口也有點乾 所以我們下次就應該可以歸位 做一個我和白兵的對談式水與金融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下個星期再見